首先我就比较注意的就是 因为日本刚发生了大地震 大地震 那还有没有这个灾难的来年 可是我看报纸上写着 就是说如果再这样的余震下去 整个东京都会没了 这个就是事在人为了 就是日本人他们有一个邻居力 他们的邻居力很强 他们哪怕是已经溃了 他们还是很团结的把它建立起来 所以我现在就是预测了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他这个日本是在公元660年 然后2月11日就是立国了 所以依据这个日期 就是演变到今年会发生 我很吃惊的就是他们有应验的这些日期 然后我就大胆地预测了 下来日本在这个9月8号到10月7号 会有这个不好的一个迹象出来 希望日本的东方 就是属于日本国的东方跟北方 都要注意 能够做一些预防措施 那么你预计到的会是一些什么事情发生了 我一个表姐在东京 这个嘛 就希望能够把这一波的冲击 能够减到最低的程度 希望日本有提 就是我能够发出一个信息 经过今天的直播 我下来呢 我就是会把这个文章 发表在报章上 发表在报章上 跟全世界 所以你刚刚要提的就是说 在日本的东部 东部跟北部 就是可能会发生一些 一些不好的磁场 不好的磁场 所以听清楚 师傅说的是不好的磁场 但是所谓的不好的磁场 肯定是不好的事情 可是什么事情发生就不知道 对对对 因为这个我们不可以搞到人心惶惶 不需要让他们当局 在这个日期做足防备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人都是这样了 我觉得我们人就要有那种 所谓的居安思维 这一定要的 我们要为雨绸缪 是不是 还没有下雨 就要准备一把雨伞 如果看到天气有点变化的话 为什么我们要听这个天气预报呢 听天气预报呢 就要告诉你说 有没有什么风球啊 好像香港就什么 刮几号风啊 这个都叫一个预备 做一个准备吧 对对 所以呢像师傅呢 他只是说 比天气预报来的快力大步 就是说 可能预测到了 在东京的东部跟北部那边 可能会有些不好的磁场 所以呢如果说 你有些朋友是居住在日本 或者是有人在日本 你的亲人或者是什么的话 或者是通过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 呃 因为是我们是属于活活外嘛 那么朋友们就可以知道说 在日本的东部跟北部 又有有这个不好的磁场 所以呢在这不好的磁场来临之前呢 做了一些准备 或者是暂时离开那个地方 也是一种方法 呃 也是也是一个办法 好 那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 能够让一些就是有朋友在日本的话可能留意一下 但是我还有一个很好的信息也要传达 啊 不是报喜 不是报忧不报喜 日本还有一个很好的 就是日本国呢 就是经过了这样的灾难呢 会在1月7号 就是转入了另一个运程 日本国转入了一个运程 他们就会有机会 渐渐的复原他们的元气 就是明年的1月7号 就是日本国从政他们的国家了 这国运很好起来了 所以有有好的也有坏的 哇 师傅你今天这段谈话很大胆了 那我我也不知道 反正呢 就是师傅预测 我们大家听 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我们的这段录音呢 师傅也把它录下来了 而且他会大胆的放到YouTube 所以到时呢 可能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师傅所说的这番话以后 看看今天的9月到11月之间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日本国 是不是也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 我希望呢 不要有再多的灾难了 我也希望这些一切都能够顺利 然后恢复原期 那我的预测上面说预测呢 大家可以看 不妨可以也分享一下 我的预测就在这个9月8号到10月7号 它也是有一个凶罩的迹象 什么凶罩呢 在日本国土 日本国土东方跟北方 它这一波会不会导致很厉害的灾难呢 我们来看看 我认为这个东方跟北方 它这个业必须要做自然灾害的防备措施 然后呢 第二个分析是日本要在明年开始转运 国家才会转运 在1月7号2012年以后 才有机会恢复延期 也有不好的事也有好事 好事呢 就是要等到明年过后 他们日本国才会好起来 但是呢 我是希望不管什么国家 国家假如是有做好遇法 当然是比较好 没有遇法就是来了太突然的话 一时也没有办法去化解在那里 这边就能做好事呀 alimentos做好事呀 不如是有下次给大家做好事 那么开始就能就没办法出导致 那边就能做好事呀 那边就有一次 跟古字一边都会来的 口诶 下来